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提醒大家 第一个 发现身边有人在水里面种垫以后了 千万自己不要冲上去 自己的身体 情绪接触它 去救它 捞它 那么这个时候了 我们应该拿一个绝缘体 拿个木棍 塑料的东西去救它 然后寻找这个漏垫的地方 寻找垫线 那么当这个种垫的人员救治以后了 我们要进行紧急的心肺复苏 这个大家都进行过训练 就是挤压心脏 然后人工呼吸 据说这个海南的少年已经救治成功 回了医院以后 生命体证平稳了 卓民当时的群众 在场的群众 这种急救的素质非常高 那么在这种雷雨天气 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防雨措施要做好 第二个 有水的地方 有这个潮湿的地方 大家尽量不要用肉体去触碰它 暴露的皮肤不要去触碰它 所以 阴雨天气要注意安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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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